1998年一栋废弃的大楼内 拆迁队在墙壁内砸出一具鲜活的女尸 第二天 发现女尸的工人便莫名发疯 持刀上街砍人 最后上吊自杀 此事一出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媒体记者纷纷争相报道 原来早在1990年 这里就发生过令人闻风丧胆的命案 公寓管理员手持铁锹 将楼内的住户全都杀死 随后上吊自尽 此后大楼就怪事不断 于是小镇居民请来法力高深的巫师 开谈做法驱赶恶灵 然而他们还是低估了 盘踞在此处的地府里 仪式进行到一半 巫师被拉入鬼门空间 鼠双鬼手从巫师背后伸出 势必要将他拉入阴间 就在最后时刻 他从桌上的花名册上 撕下了公寓大楼的半张住宿名单 这也成了日后唯一的线索 随后巫师不受控制地 将法器插进自己的脖子 倒在了血泊之中 从此这栋大楼就成了 名副其实的鬼谋 无人再敢踏足半步 四年之后的2002年 巫师的儿子阿东 继承了母亲的衣钵 潜心闭关修炼四年 武功大成 于是重出江湖 决定深入鬼楼铲除恶灵 为母亲报仇血恨 他继承了家族的两件宝物 一根斩杀恶灵的降魔杵 一块穿越时空的劳力士 他先脱关系 找到当年母亲 从鬼门空间带出来的 半张住宿名单 随后在2002年除夕之夜 鬼门大开之时 独自驱车来到鬼楼 月黑风高夜 铲除恶灵时 阿东在鬼楼大门上画上封印 阻隔阴阳两界 防止恶灵跑到人间 随后便进入大楼 大楼内阴森恐怖寒气逼人 他在二楼的墙上 发现两行红色大字 的副灵在此 全都完蛋 这里有多重人格鬼 阿东只是轻蔑一笑 心想我闭关修炼四年的功力 别说你多重人格鬼了 就算是真子来也得挨几巴掌 随后他又在楼梯拐角处 发现一个邪手印 诡异的是 他自己手和血手印完全吻合 但他也并没太在意 继续四处寻找 终于找到了管理室 在里面发现了 公寓住户的完整名单 缺失的部分 正好是母亲带回来的那半夜 有了名单 阿东发动祖传神器劳力士 穿越回1990年 管理员屠杀住户的那一晚 决定在恶灵刚刚成形时 将他们铲除 于是他按着名单上的名字 一间房子一间房子的清理 刚开始一切都还顺利 当他推开三楼一间屋子时 发现柜子里藏了一个女孩 询问他名字 女孩说自己叫阿贵 然而名单上并没有他的名字 看着楚楚可怜的女孩 阿东迟疑了半课 但是可怜归可怜 他终究是鬼 于是阿东举起降魔杵 静止朝女孩刺了过去 想要将他超度 突然在灯光闪烁之间 女孩消失不见 阿东一脸猛逼 他在房间里四处搜寻 在床底发现了一张寻人启事 上面的人正好是刚刚那个女孩 没有时间思考 阿东决定继续行动 可是无论怎么走 都一直在三楼打转 他意识到自己遭遇了鬼打枪 就在这时 楼道传来铁锹摩擦地面的声音 呲啦呲啦 在黑暗之中 阿东隐约看到 楼道尽头 一个手持铁锹的恶灵 缓缓朝自己走来 不出意外 这应该就是公寓管理员 阿东见状转身就跑 但管理员迅速追了上来 不断挥舞着手中的铁锹 阿东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管理员掐住他的脖子 将他狠狠摔在地上 然后一铲子劈在他的头上 阿东渐渐失去意识 就在危急之时 阿东的母亲显灵 将他救下 否则直接就领了盒饭 缓过神来 阿东捡起地上的降魔杵 就要找公寓管理员报仇血恨 就在这时 刚刚的小女孩出现 拦在阿东身前 让她不要冲动 并表示可以带她走出三楼 于是在小女孩的带领下 阿东下了二楼 不经意间 在楼梯的拐角处 留下了一个斜手印 来到204房间内 女孩说出了当年的真相 原来女孩生前 患上了精神分裂 她的父母非但没有关心她 反而把她当成怪物 被父亲无情地打骂 结果女孩体内的 邪恶人格爆发 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到了 一把将女孩推开 没想到正好撞在了墙上的钉子 而父亲并没有丝毫悔恨 他四处张贴寻人启事 制造女孩失踪的假象 为了掩盖罪行 他竟然将女儿封进墙内 父亲一把将女儿推开 没想到正好撞到墙上的钉子 女儿一命呜呼 为了掩盖罪行 他将女儿的尸体封进墙内 然而女儿当时并没有死 当他苏醒过来 只能在墙内绝望地哭好 然后被活活闷死 死后的女儿 怨气极重 化身怨灵 他发誓一定要报仇 于是在1990年的一天晚上 女孩附身公寓管理员 操控着他 用一把铁锹 将整栋楼的居民统统杀死 其中就包括了他的父母 随后公寓管理员也上吊自尽 此后这栋大楼便怪事不断 后面住进来的租客 都会离其死亡 附近军民请来 法术高超的巫师做法 都无济于事 从此以后 这栋大楼变成了 名副其实的鬼楼 无人再敢踏足半步 而作为巫师第四代传人的阿东 在除夕鬼门大开之时 只身来到这栋鬼楼之中 想要凭借一己之力 铲除盘踞在此地的恶灵 没想到恶灵战斗力太过强悍 阿东差点把自己搭了进去 如今知道真相后的阿东 这才意识到 真正的大boss是眼前这个女孩 而公寓管理员只不过是他的傀儡吧 于是他决定帮小女孩超度亡魂 结束这鬼楼当中的罪恶 就在这时 女孩体内的两个人格相互纠缠起来 阿东想要搞清楚 躲在女孩体内的邪恶人格是谁 就在女孩即将脱口而出时 她的邪恶人格爆发 阿东见情况不妙 掏出小魔储朝女孩扎过去 没想到女孩的邪恶人格 直接一掌将阿东打飞 阿东心里明白 在这个鬼门空间内 自己肯定不是她的对手 于是她想穿越回2002年 从长记忆 然而当她发动祖传神器劳力事实 时空却出现了错乱 她被阴差阳错地传到了1998年 1998年一栋破旧的大楼内 拆迁队在墙内发现一具女尸 之后看到女尸的拆迁工人 便离奇地发疯 随后上吊自杀 此后这栋大楼 变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鬼宅 无人再敢踏足半步 然而就是有人不信邪 在1998年除夕夜 三名大学生为了 坚定自己的唯物主义观 夜闯鬼宅 开始了做死之旅 三人来到鬼楼顶楼的天台 准备拍摄传说中的鬼门大开 此时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当一阵阴风吹过 吹散了天上乌鸦鸦的云雾 一轮血液当空 正当三人惊叹之时 天台的大门碰得一身关上 这门也就变成了传说中的鬼门 连通着阴阳两界 三人打开鬼门 顺着楼梯而下 此时的楼内阴风阵阵寒气逼人 突然楼内传来嘻嘻嘻嘻的怪响 三人被吓得胆战心惊 胆肥的小美拿起摄像机 就进入了小黑屋 原来只是脱落的墙皮 被风吹动发出的声响 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小美嘲讽两男生胆小卢鼠 可一旁的小帅却回应 这屋子连个窗都没有 哪来的疯啊 三人直接愣住了 突然小美感觉到有人往她脖子上吹起 三人逐渐开始慌张 小帅劝大家赶紧离开 就在这时 摄像机里的画面突然开始变得扭曲 小美一把夺过摄像机 三人被吓得拔腿就跑 鬼哭狼嚎抱头鼠窜 然而他们拼命往楼下跑 却一直停在二楼 他们这才意识到遇上了鬼打墙 周围不断有诡异的声音传来 三人这下是真慌啊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啊 一个怪物手持铁铲出现在他们身后 三人魂都没了 人在前边跑 魂在后边追 慌乱之中 三人跑散了 一个落单的同伴像着了魔一样 呆呆站站原地 抬头望向天花板 下一秒直接被活活砸死 而另一边的小美 突然发现墙砖开始掉落 随着声音看去 小美被吓得连连后退花容失色 一张鬼脸在黑暗中若隐若现 突然一只黑手伸出 一把将他拉进床底 等他清醒过来 一个怪物在他正死死盯着他 此时的小美已经被吓得浑身无力 就在他绝望之时 阴差阳错穿越到1998年的阿东出现 将他成功救下 这时失散的小帅也找到他们会合 三人决定组队逃出鬼楼 他们一路来到大厅 发现了同伴的尸体 突然尸体直挺挺地坐起身来 头上鲜血直流 嘴里喃喃而语 三人继续逃跑 突然小帅站住不动 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随后在墙上喷出几个大字 全都完蛋了 这里有多重人格厉鬼 阿东瞬间回想起2002年时 自己刚进大楼准备去摸石墙上的红字 他逐渐意识到不对 穿越失败了 没有回到2002年 而是阴差阳错来到了1998年 如果是这样 那么眼前的小美和小帅 就应该都是鬼魂 阿东掏出降魔杵 就要帮他们超度 而一旁不明真相的小美 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自己和同伴早就已经领了喝饭 他不想永远被困在鬼楼当中 于是让阿东给自己超度 正当阿东举起降魔杵时 背后伸出无数双黑手 将小美拉进了黑暗之中 他将生生世世被困在这 现在只剩阿东一人 他再次发动祖传劳力士 准备穿越回2002年 然而无论他怎样操作 他始终停留在原点 他也被困在了1998年 冷静下来后 他这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早就已经被恶灵一铲子拍死 当初他来到鬼楼驱魔时 在门口画了一个封印 隔绝阴阳两界 让里面的鬼魂无法跑到阳间 所以已经变成鬼魂的阿东 自然也就回不到2002年 知道真相的阿东 举起降魔杵准备给自己超度 然而恶灵怎会让他得逞 再次将他带回大门前 让他在阴阳两界不断回还往复 永世不得超生